我是長沙出身,然後也算半個雲南 是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從小可能就特別愛做手工 當時就選了雕塑系 考了研究生,大概讀了半年就退學了 更想做自己的事 快要畢業的時候 就在這邊找了一個暫時是荒廢的空間 作為自己的工作室 大概有700平米 現在工作室材料的種類應該能數出好幾千種 小到豬尾吧 一個硅膠的材質,胸部的一個玩具 把它整個遊樂場的廢棋 樹木空豬八戒、恐龍這些東西 它裡面都是有機器的 直接一個9米肉的大貨車運了一貨車回來 朋友他們現在都覺得我是個什麼垃圾小王子 一個垃圾叮當帽 我很多創作的作品也是會用到這些東西 裡面會運用到大量的機械 淘汰下來的一些電機 燈光,各種聲音 每一組作品可能是30到50個單件的裝置構成 每個單件裡面可能又有20個機械的部分 上百個元素和部件 一些靈感是來自於南宋的那種貨廊圖 這個作品就是當時我去到潘家園找事 買到了一些那種很破舊的 中國那種八一什麼飛機的模型 法國的跳島市場 逃的這種貴族的小的雕塑 不同地方的東西聚集到這個烟圖上 建立一個新的像一個未來的集市 很原始的一個這種打孔器 手動的原理和一個電機結合 變成了一個想要跟別人握手的一個狀態 那到了平衡鳥其實還是一些材料建立了一個平衡的三角關係 平衡在一個可能3毫米左右的一個鳥嘴的點上 現在大家都講究垃圾分類什麼的 那個大垃圾桶大家會覺得挺好玩的嘛 可以進去 而且不僅參加展覽還參加草莓運業節 每次都是四五輛卡車還需要吊車去安裝 幻燈機關系列的這批作品 因為上課我學習不太好就老睡覺 一睜眼看到老師在弄幻燈片 那個場景挺像記憶中的那個影子一樣 我就開始到各個地方去收集這些老式幻燈機 融入了很多機關 有魔鬼的圖像 也有一個很性感的女的身體在扭動 跟礦燈底片這種溫暖的記憶底片 產生一個衝突 現在很多材料其實途徑也挺多的 比如去大柳樹的鬼市 或者以前北京有很多的二手貨市場 工作室附近的那些回收站 我來工作室可能就很high 像一個打了積雪的工人一樣 要做各種的改造 這個作品它就像一個容器一樣 無非是把我們身邊的體驗和你對遇到的這些人 可能是一個認知給它收納起來 我希望我能更走進這些 這麼多材料的類型世界一點